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是啊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 都是前些日子那个火锅中毒给你吓的 病从口入 您注意点不没坏处吗 这是怎么了 又有中毒的了 这谁啊 是不是去这饭馆又吃烫黑啊 你说他还想干呢 坐点歇会儿 坐这儿 慢点 慢点 扶着 来 扶着 慢点 慢点 轻点 轻点 是我呀 刚才一出门 正看着这老太运咱们家门口了 见死不救不是咱们的风格 小李的正上班 我决定了跟在杯子咱们家里面 赶紧给陆荣打电话呀 让他来检查检查 是死是活 看还有救没救 要我说呀 是身体太弱了 你需脱了 王教授 这事可真是啊 你这一出门门口就撞上你老太太 这很说明问题呀 这是天意呀 我啊 撞上她 是她运呼呼撞我身上了 照您这么说 人家老太太在大门口一看见您 嘎巴就晕过去了 我又不是孤魂捏鬼 我哪能让人怕呀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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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这是到家了还是到那边了 缓过来了 您哪 就算到家了吧 粤冯爷 我这辈子没缺过德 不信 您打发小鬼上阳间调查去 谁呀 有我这母院的阳公爷吗 那你跟着说说 大妈 您刚才啊 晕过去了 没事 您别紧张啊 这小鬼母院还挺遵呢 怎么着 我派你去外调了 什么呀这外调 有找我这么漂亮的小鬼吗 大妈 您清醒清醒 您现在还没到那边呢 阳公爷说您还年轻 想过一阵子再说 这孩子说话多明白啊 喝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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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有会儿饿了 您想吃什么呀 桃酥 有油炒面更好 我口还挺正啊 您还有油炒面吗 我这去 行了 我看呀 什么事都没有 您陪她慢慢缓着 我还得上公司上班去呢 走了吧 去你的 去你的 你也忙去 行行 我帮你 行 行 你受累啊 闺女 早去早回啊 您倒不认生啊 水 您呢 就在我这忙活忙活 我在这儿 这些渣子别倒了 油炒晚上吃 一看呀 您就是过个苦日子的人 苦 我苦大发了 那个中年丧夫 老年丧子 最是苦力的我呀 好比那个黄莲的哥哥 苦瓜的羊羊 重要的渣子 行了 您也别打比方 我知道您是苦大发了 那您家里还有别的人吗 有媳妇啊 那瞅着我不是你 我打个哈欠吧 说我懒 吃个咸菜 说我馋 真的 使回香皂呢 说我臭美 听回广播 还嫌费店 那您这么好的脾气 就认他这么欺负您 我反看过 大功绝世都试过 不管用 每闹一回呀 这生活水平就下降一回 您聊啊 我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那是没活路了 搁着我呀 也得冲走 听刚才您说呀 您进城市找您侄女来了 我侄女没找着 这不找着大兄弟您了吗 奇小啊 瞎子给我算过一挂 说我命中注定 有贵人相助 感情的贵人就是您呢 大兄弟 您受累 扶我一把 我得好好拜一边 您坐吧 您先别拜了 我问您 您指的到底住哪了 您说个大改棋 我一准儿给您找着 我是这片的活地图 那地址我揣兜了 出了门我找不着了呢 我估摸着就在这片 可我找了三天 我也转了线了 我向来不求人呢 可这钱呢也花光了 亏了遇见大兄弟您喽 可我还不知道 您的大号叫什么呢 王贵臣 您这是给了我第二个春天呢 可这万一怀念不如相见呢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说一句您不爱听的话 任谁也给不了您春天了 就咱们三位 那秋天都快走完了 你说这句话我就不爱听 不是有一句歌词是什么呢 就最美不过夕阳红 对对 您的嘴比我还厉害了 对了吗 我也没辙子 还是您聚恶会啊 帮着她找她侄女吧 找是该找 可找着之前呢 我哪也不去 嘿一不留神 还背后一个暴脾气呢 徐大妈 对不起我来晚了 我刚才出去了 病人没事吧 这不好了呢 这闺女的模样也挺俊的 看老太太的言谈举止 不像是穷苦人家出来的 可为什么会一个人流落街头呢 你光在这儿瞎琢磨 你去问问不就知道了吗 这老年女同志的事啊 咱们摸不着门 还是让徐大妈带老 我可是为了咱们龙门下的精神闻名 能够再上一个台阶 不顾自己的名 把老太太背回家里 一不图名 二不图立 你这大主任呢 得积极支持我这正义的行动吧 我这儿一直举着双手 这儿支持着您呢 等哪天 咱门口再有一老太太晕倒了 我还希望您再接再厉呢 可别让我再碰上楼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呀 您的意思是不是 想把做好事的机会 给大伙分摊一下 别光您一日进步 要带动全街道共同进步 你太明白我的意思了 您还是帮不忙啊 赶紧吧老太太这个侄女找着吧 把这档子事一了了 我就踏实了 找人呢 是咱们太主所最拿手了 听说上个月 新民胡同一队失散了 二十八年的夫妻 愣是让派出所给签上线了 都二十八年不见了 那各活各的了 见面多别扭啊 要换了我啊 我就不找了 天涯何处无芳草啊 王教授 是不是这里啊 不 我得找 这侄女要找不着啊 我这辈子也甭想芳草了 您瞧您让这芳草给急的 我这就过去跟志愿者商量商量 怎么个找法 那您受累了 我还是赶紧回去盯着去吧 那老太太如意大了 真不是善茬 去吧 要我说 得从大妈那侦查出线索 咱们最好分成两条线 这一条明线呢 让这个片顶小赵从正面调查 另一条暗线 咱们让杨奉勤 内部探厅 我就不信大妈能做到滴水不漏 那我通知小赵 我重复小杨 好 那咱们就行动吧 来 喝口水 警察同志 我看见您吧 我这心呢 就更有主心骨了 就好比是那个 深山里看见了太阳 沙漠里看见全眼了 恶极了看见了朝面 老妈咱俩这样 小赵 大妈说话就这毛病 老爱打笔方 一开始啊 你可能不太习惯 大妈啊 您啊就别给我打什么比方了 我呢 是来了解情况 您啊 在叙述的时候 尽量给我客观一点 好吗 您呢 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别拐弯木脚的 我这条命啊 都是你们给捡回来的 我就剩掏心窝子了 你们就好比是 他是我兄弟 你是我兄弟媳妇 他是我儿子 我是媳妇 啊 强乱了 大妈 看来这是具体地址啊 您是记不住了 这样 您稍微回忆一下 上次您来您侄女家 大概是什么时候 他们家周围 有没有什么 比较明显的标志啊 上一回 哎呦 那多少年钱的事了 那时候街上卖的冰棍啊 还是那个三分五分的 我花了八分钱买了两根 一根奶油的 一根小豆子 我呀没让您回忆卖冰棍 我是说 您侄女他们家周围 呃 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建筑物 嗯 我记得 嗯 也是种个高台阶的大院 嗯 那旁边啊 有 有几个垃圾桶 桶的那边呢 那就是公共厕所了 跟没说一样 哪条胡同啊 都这几样标志 要不然 您把您儿媳妇地址给我 由街道出面 我好好教育教育她 我徐慧珍出马呀 不是吹的 就是一块冰 我喝出去感冒发烧了 哎 我也把她误化了 我就不信这问题解决不了 您解决她 您干脆给我个绳子 我自个儿给自个儿解决完事 大妈 您别害怕 啊 这虐待老人呢 不是站理的事 这光天化日 咱们有公检法公亲妇 报纸杂志电视台 还有我们志愿者呢 个个都是您的靠山 您儿媳妇 不敢把您怎么样 哟 我可更是晕对地方喽 我儿子啊就是志愿者 要不我怎么看着你们 都这么亲呢 我实话实说吧 我是背着我儿媳妇出来的 我就想要躲她远远了 打这儿往后 我们井水都犯河水 看来啊 这老太太顾虑还挺多 大妈 我们尊重您的意愿 可以先不惊动你儿媳妇 但是您必须详细描述一下 您侄女儿的面貌特征 我侄女儿 就是一般的人 那个头不高不矮 身脸不胖不瘦 头发呢不长不短 眼睛鼻子长得也挺实地方的 胳膊腿都没毛病 您这儿不是说的是 衣服架子吗 我是说呀 您侄女儿她长得那模样 什么样啊 模样 哎呦 就跟这闺女差不多 像我啊 大兄弟 你是好人 就防比那个 您等等 先让我把话说完了 按理说呢 这个帮人啊 应该帮到底 您的遭遇呢 是很不幸的 可是要感受我们家呢 这种情况呢 有特殊 应该我们家里 就我们父女俩人过日子 时间一长了呢 它不太方便 所以说呢 从长远考虑来说呀 您还是 我来您这儿也一整天了 我这儿冷眼瞧着吧 您父女俩呀 这身边还真缺个帮衬的人手 这电视上说 叫这个 有缘千里来相会 别看一大早 我是您给背进来的 只要顿顿饿不着 我这身体硬是只能 看还得做饭 洗衣服 我样样都能 还不叫苦叫累 这些活呀 都有我呢 您就放心吧 你不说呀 我还真想不起来说 我观察你一天了 你干活的毛病就是啊 顾东不顾西 没个计划心 明天开始 我好好调理调理你 大妈 您身体呀 现在还很虚弱 什么都别想 您就踏踏实实在我们家 把身体养好了 想吃什么 跟我爸说 想要什么呀 跟我和小杨说 千万别客气 你们这一家子是大善人 要不我怎么跟你们投缘呢 咱们互相都甭客气了 我是说呀 你们试着 让我伺候你们两天 你们瞧着合适 我就留下 不合适 我卷铺跟走人 多句话不说 您也没带铺铺铺来呀 说来说去呀 您老万那个保姆那上演 当然了 您有这决心 当然是好的了 不过呢 您看啊 我们这屋里挺挤的 客厅上要放一张床啊 它也不方便 尽紧出处 依赖而去的 不太合适 我就住厨房 保证不爱你们的事 早起做饭也尽力 那哪行啊 这么着吧 我做主得了 就是得委屈点您 您啊 就在我们家客厅 搭张床睡 我早看出来了 这闺女真是菩萨心肠 不嘴 好着呢 别管我了 听话 照我的意思办啊 别找我 我不听了 我们对的铺好了 您早点休息啊 来吧 开玩笑 大妈呀 您看啊 房子也给您腾出来了 床铺也给您搭好了 您这踏得实实在乌里 这洋应时多睡会儿不好吗 大兄弟 你待我不薄 我不能在你们家白吃白住 该出手时就出手 他眼里得有活 我干完活啊 你把你这吃硬拖下来 我再给您搓几把 顺手捎带脚的事 您可千万别客气啊 我跟我们家我客气什么呀 真不用您喜 您哪 您要是闲着风啊 待会儿我跟您讲讲清宫秘史啊 让您结些闷 我知道 那个自打我到你们家 你心了痛快 我干完活 我听您讲一天都不带烦的 我还痛快呢 我还 我自己啊 再不着着乐子 我非憋屈死不可 不是 我是啊 想起您这不幸的事是憋屈的行 哎呀 你说啊 凭什么这些事都让我 不是 让您给摊上了呢 我怕您啊 想不开 我想开了 都是命呗 那酸鸣虾子说了 我少年奔波 老年享福 这不 遇上您了 我就时代运转了 不是我说您啊 都上了岁数了 这早起啊 寒气儿大 您能站到这外头 别再动了好歹的 那 我给你熬点姜汤 暖暖身子 我也好有意义啊 想起了当年的事 好不惨烂 我好比 冷日无聊 有志难斩 我好比 虎离山 受咬 孤单 我好比 难来厌 诗群 飞萨 我好比 潜水龙 滚在沙滩 大兄弟 那姜汤熬好了 车要喝了吧 你的柔情 我永远不懂 进屋去 我都有心啊 上电视 登寻人喜事了 您说这老太太 真把他自己当家人了 这不 正指挥着小杨呢 跟杨俩包饺子呢 他是不是看着你了 我就怕这个呢 不过 根据我现在的观察 他还属于报恩阶段 也就是说 一心的是为我们家登牛做马 我看见他一大早就跟您擦地 多难得啊 不花钱你就捡回个保姆 值了 谁敢使这么老的保姆啊 我这个捧着共产 我还怕他出毛病呢 再说了 他来的也不明啊 他侄女的下落 片子已经小赵 正在家里查找 您再忍几天吧 对 我们组织的情报机构啊 正发挥作用 您放心吧 小杨那边 已经查到老太太家的电话了 我就是不放心哪 一问到他家里情况 他就支支吾吾的 再说了 一个儿媳妇 也不至于把他吓成这样 老年丧子啊 还是很值得同情的 咱们应该从精神上 多给他安慰 说得容易啊 我现在是啊 醒神容易送神难 只要把老太太 客客气气地送走 我就谢天谢地了 那只有一招 你就对他客气 越客气越好 谢谢 饺子好了 快趁热吃吧 多了 爸 回来了 公司的事办完了 还是家里的饭箱啊 为了回着的正是舌份 坐着啊 我拿碗筷去 我跟小丽拿点啊 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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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及多说嘛 你的主要任务 你就对宋老太太 要客气 你怎样 单位里的对你们老板 怎么客气 你就对老太太 怎么客气 多客气都不为过 不要问为什么 记住了 拿筷子去 谢谢老太太 做出这么好吃的饺子给我们 谢谢大妈 您辛苦了 谢什么呀 透着生分 再说你们还没吃呢 哪知道好吃不好吃 你们先坐着 趁热吃着 我砸点蒜泥 别别 您歇着 我砸去 不 还是我去吧 别别 老大姐 您奋不顾身地来我们家一趟 我每每好好的招待过您 你看 还让您受累 实在说不过去 还是我砸去吧 别别别 你们都坐下吧 不就是砸蒜泥吗 交给我了 不是 你毛手毛脚的 别把碗给我砸了 老大姐 您吃饺子 想就点什么小菜啊 我给您做点 配黄瓜 种花生米 要不 我还有一瓶红杏玉 您来来凉 大妈 我爸是轻易不下厨房 这得亏是您面子大 我哪得罪您这一老一小了 您拿话这么噎我 我这两天可一直老老实实 不敢乱说乱读 我们呢 就嫌您太老实了 想鼓励您呢 到别处 动魂动魂 俗话说得好 人挪活数挪死 广阔天地才能大有作为呀 我呀 我这就卷铺个挪窝 大不了我再晕一回 我就不信我晕不到人 耗着人家门槛上 您这不是跟自己较劲吗 再说了 您这么瞎晕哪 哪有苦啊 我用瞎晕赌明天 大妈 您别着急 依着您 您想怎么着 依着我呀 我就觉着吧 你们家比哪儿都好 我这两天也说习惯了 你们要不嫌弃呢 觉得在你们家养老得了 我算看出来了 您这早打好虎了 一晕到位是吧 小李 小赵警官那儿 您得请问着点啊 大妈那侄女 到底找着没找着我 不行啊 我亲自破案就得了 还说呢 我都快变受害者了 就是因为那老太太啊 说她那侄女长得像我 赵警官把我的照片啊 印了二十多份 他们派出所啊 人手一份 我活这么大 还头一次想到这儿待遇呢 都快赶上通缉犯了 你说 做好事总做出 那么多后遗症了呀 当初啊 我抖那几人干嘛 一笔言 装没看见多好 您啊 就爱犯这毛病 事后小嘀咕 做好事不难 难的是把好事做到底 您别着急 咱们的内线 已经有线索了 喂 你好你好 我们这是龙明像志愿者服务站 我请问一下 您家是不是走失了一个老太太啊 老姐姐 您像您 这一天的您都没闲着 小时候是不得过多动症啊 大小大人就夸我勤快 眼里搁不住活儿 我这干活儿劲上的呀 摁都摁不住 你看这是一个好保护的皮子啊 哎 哎 进 用 用 徐大妈 哎 孟教授 哎 那个这儿有一个客人 要找您背回这老太太 那儿呢 妈 我找您找得好苦啊 臉死你眼的孩子 我的孝顺的孩子呀 妈 我说这刚等会儿您等一会儿 谁是贼呀 您先说清楚再哭行吗 您就是我妈的救命恩人吧 我回去就给您烧三炷虾 保佑您这辈子快乐又健康 我还是先跟您磕个头再说吧 别乱别乱 大家都先别乱 小赵警官 李志伟 麻烦你们二位先跟我们俩 咱俩说说这案子的经过行吗 对对对 先别乱 这样大家都找地先坐下来好不好 我妈妈跟大家说 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 坐坐坐 坐坐坐坐 我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物关系 这位大姐呢是大妈的儿媳妇 平时啊婆媳之间啊关系非常的好 就像亲妈跟亲闺女那样亲 可是前不久大姐的丈夫 也就是大妈的儿子 也就是大妈的儿子 因公牺牲了 这儿我得插一句啊 因为大妈的儿子 盛天也是一名志愿者 所以我代表我们志愿者组织 向大妈居一躬 表示敬意 大妈我给你鞠躬了 实都实不得 我这儿媳妇啊 是个实心眼的孩子 当我儿子没了 我就琢磨着让她早点改嫁 可她说什么也不同意 妈 我求求您别哄我走 我这辈子就是您的闺女 您就让我给您养老送终吧 我知道了 原来大妈离家出走啊 是为了让儿媳妇死心 改嫁 还是小丽聪明 什么投奔侄女啊 婆媳吵架啊 那都是大妈善意的谎言 不愧是英雄的妈妈 团结的一家 我都督好这车上 大兄弟 不是我诚心编瞎话 我是爸这孩子的死心眼跟着我 这不拖着他后半辈子吗 妈 您说您要是有个什么好歹 我也对不起您儿子呀 您 您就能把我当成您的亲闺女吧 大妈 这事呢也好解决 现在都是一家人了 我觉得大姐完全可以带着婆婆出嫁 就当娘家妈养 不就结了吗 明明同志 您这么一说 我这立马的心里就是祸灵了 孩子 这院儿俩都是好人 干脆咱们就在这儿喊家得了 你瞧那小伙子 长得多精神呢 也不比我儿子差 你们就多接触接触 反正日子还长着呢 大妈 这可使不得 我可没这心里准备 你现在准备也来得及呀 妈 我谁也不嫁 您就别乱给你了 你不嫁我就不走 哎 要我说啊大妈 这事啊咱也得从长计议 你们婆媳团聚就是件好事 现在啊咱们先安顿下来 有什么事咱明天再说 好不好 那只能这样了 徐大妈 爸 我听说昨天晚上 这王教授家热闹啊 嗯 这老保姆没走啊 又注意小保姆 你说是不是他们家保姆愈了 要是云我一个多好啊 哪来的什么小保姆啊 那是老保姆 你看 你把我给带沟里去了吧 那是老太太的儿媳妇 如今我这老革命啊 也遇到新问题了 得赶紧哪 给她这儿媳妇找一摊儿子 徐大妈 您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个相互爱语啊 我是说呀 这老太太呀 誓死要给她这手寡的儿媳妇找一丈夫 要不然她就不回家 哎呀 这事我是帮不上忙了 我是心有余力不足啊 可什么现状也来不及啊 哪有那么颜色合缝正合适的呀 哎 除非 徐大妈 嗯 你可跟我想这一块儿去了啊 我想什么啊 你是我们家徐杰 对啊 你昨天也太不仗义了 你这不是生本人往火坑里推吗 落井下石啊 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人家不是都跟你承认过错误了吗 再说了 我我我昨天光顺着大妈说来着 一不留神 说完了我也后悔了 你瞧 你瞧 你瞧瞧 你瞧我这黑眼圈 我一晚上都没睡觉 我发现女孩承认错误 怎么都这么楚楚动人呢 嗯 李志伟 还谁跟你承认错误来着 你又发现谁处处动人了 老实交代 李志伟 李志伟 李志伟行了吧 起 李志伟 李志伟 李芦 李准备 妈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也得再多住几天呢 我是舍不得走 那个昨儿媳妇不劝我一宿吗 我一想可也是 凭什么自己家的事给别人家添麻烦呢 这几天哪 我真是讨你们厌烦的 都怨我一根筋没转过弯的 大兄弟 你别跟我计较 大爷 两天谢谢您收留了我们 这样 替我们跟小绿打了招呼 说声再见 然后我和我妈就走了 闺女 你这是挑我眼了吧 你们那俩昨天一见面啊 我才弄明白 这人间自有真情在 这句话不是虚的 你们俩俩跟我上了一堂课 我会没好好地谢谢你们呢 把东西放这 听我呢 你们再啊 再住两天 我让小丽啊 何志伟啊 带你们到处各处逛逛 好容易来一次 哎呀 我也是不愿意走 大兄弟 这些天不容易 这不刚处处赶起来 一说要走不了 心里还真酸不激的 哎呀 这当着真人不说假话 您要是不嫌弃啊 打这往后 咱们就是走动的亲戚了 我也是这个意思 您哪 每逢过年过年 都倒个儿包饺子来 你们小丽说呢 您那饺子呀 味正 哎呦 行啊 我包好了送过来 不瞒你说呀 儿媳妇啊 昨晚才跟我交了底 这些人呢 有人呢 给他啊 找了个婆去 他自己做不了主 非要找我回去给他当餐吗 你说我这老婆子 这个眼里也不靠谱 这么着 我要把那小伙子带过来 您给看看 别别别 那是您家的大事 得您做主 我呀 就在这儿等着吃喜糖了 王教授 我妈来了 老姐 你干嘛 谢谢 你们等着两个干嘛去呀 准备走啊 来 让儿媳妇找着新婆去了 哎呦 亏您还惦记着 好 儿媳妇昨儿跟我交底了 她有相中的了 多好啊 太好了 真是好 不是 不是 我说恭喜恭喜啊 你要爸许事的说 由我来操办 保证红火 太好了太好了 这是天助我眼 哎呦呦yor 又能站直点啊 太过小福哥了 小以前 什么事这么高兴 又大妈 您这是干嘛呀 大妈 我跟小脸商量好了 我们呢借了一个车 想带你们逛逛北京城 不麻烦了 以后有的是机会 大兄弟 你看 你那救了我一条命 又照顾我这么些天 我也实在没什么值钱的东西留给你 这戒指跟了我四多年了 你得着 看见他就想紧我来了 想紧我们连点 留个面 这种话咱们说好了吗 情有无价 友谊长存 您赶紧把这收起来 你要再给我 你就算骂我了 大妈 您看这样行不行 这戒指您还是收回去 等您以后来 给我们带点 您那边的土特产就行了 谁让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没得说 卑女 竟然是一家人了 我想让小李子给我当干儿子 你同意吧 所以您得问他自己 大妈 没问题 我跟你儿子都是志愿者 这天下志愿者就是一家人嘛 对 我愿意当您儿子 我总算如了愿了 这说话就要启程了 这我这心了的话 就像那个倒了醋瓶子 又倒了酱油瓶子 倒了辣椒罐子 又倒了糖罐子 行了行了 你就甭倒了 我知道您现在心里头就是甜酸苦辣咸 一起勇心间 我们也是这个滋味 得且折腾 就在这时候 您这碗开了祥 相逢就是圆 离别在所难免 小李 你不是借了车了吗 正好 你把大妈他们俩俩给送回去得了 行 我来给你们拿东西 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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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着 来 走吧 您慢走 您留步 老姐姐 多保重 回去注意身体